是不是要披着国民党急贫2024 早已退党的郭台铭说 再等国民党一套办法 那郭台铭当初干嘛退党 2019年4月 他先说妈祖托梦 要他出来选总统 隔一个月 突然当起国民党荣誉党员 宣布参加党内初选 没想到五家民调结果出炉 他狂输韩国瑜17% 他一怒之下宣布退党 正式呛唆 他无法撼动国民党 分赃贪腐文化 韩国瑜选总统 他一路扯后退 初选一输 他翻脸退党 现在又想选 难道又要特权入党 网友嘲讽自己输了 先说耍赖不认账 还骂别人脏 这回你又跟谁讲好了 国民党是你的公策吗 任你来去吗 他有一点像是希望说 国民党为他特别量身 定做这个样子吗 那你一下子想要进来 就进来输了就破一遍 其实好像说 那我就是一定要你赢的 一规定 郭台铭退党还没满四年 最快要今年九月 才能重新申请恢复党籍 就算拿回党籍 还要等四个月 等于明年一月 才能获得参选资格 郭台铭喊说 等国民党难道是 又讲好特权 量身定做解套 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 来团结加入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内 有人在酝酿的帮郭台铭解套 商人都是精打细算的 所以他考虑的 当然是他自己的利益 那至于他心中有没有国家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是他做出来的行为 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为自己考量 而且什么事情 都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一个特权而已 郭台铭当初 透骂国民党分赃 贪腐文化 如今若党高层 再帮他量身打造特权回党 不知道这算不算分赃 解黄义菌李选台北报道 我们要特谱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